您好 欢迎收看7月2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县长徐政卫和国民党团总召立法委员傅昆琪主持 在县政府召开了0403灾后立法院通过协助地方 振兴观光主决议的内容说明会 邀请到交通部观光署长周永辉 经济部商业副署长陈密顺宇慧 向花莲的观光业者代表还有民众来说明 针对如何提振花莲观光振兴 县长徐政卫喊话中央要加速推动海空运直航花莲 现在行为表示台风凯米逐渐飞进台湾 花莲观光旅游夜市接到很多取消的地方电话 没有交通就没有产业 没有交通就没有生意 就没有经济繁荣发展 这是花莲人日常深刻的体验 现在希望苏花改二期工程尽快做 无论名称如何 众心的希望已来到花莲安全路 才有办法让大家喊花莲 苏花是产业的道路 花莲相信此时此刻苦撑 经营事业家庭的经济 其实在0403之后 我们大型的邮轮 无论是什么公主 一些世界级的邮轮 3000多人的 5000多人这些邮轮 一进来其实对于整个花莲 虽然只是一天白天的 但是对于到我们花莲 其实现金其实有相当多的 这个要促进薪资的反应 所以大型邮轮是不是可以再次 这个这个跟航向花莲港 我想这也是可以克服铁公路的变数太多 变数太多 另外就是国内航班的部分 国内航班我们可以看到从从COVID之后 其实到花莲的航班国内航班 一天只有一班 而且那个班机是早的早晚的晚 其实是不利于观光产业的发展 所以是不是在国内航班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征班 或者是看怎么样国内航班来做连航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也请我们的观光署 还有我们这个航空以及我们的这个海陆的部分 都可以来一起来整合 搭配刚刚像讲的Taiwan Pass 买两张送一张 其实航空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们要去想办法怎么样到这个路线能够活起来 本来一天至少都有两班到四班 现在根本都没有 现在只有五六日有班次 其他都没有 那夏克怎么可能会有人搭呢 对这个问题越讲越久 越讲越久班次越来越少 民航业者也要生存 但你要去怎么奖励他让这个线扬起来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们提预算 行政院多半都会支持 你们要想办法 赶快跟业者协商一下 看怎么振兴嘛 好不好 六福根捷表示 中央会全力配合地方的公共需求 也请发明先进的公共业者 共同来讨论最具体做法 这期会在8月1号在立法院专案召开会议 观光业者与交通部观光署进行密研究的沟通 提出对地方有利的观光方案 来提振待机的观光产业 记得转发送到